面對現在目前人工智慧蓬勃發展的這個世代 三營總醫院針對心電圖所開發出來的人工智慧輔助系統 針對行機梗塞或是學甲異常緊急的救護 都已經發現到它所帶給我們的好處 演算法扮演一個守門者的角色 我們可以把這個執行心電圖的場所 往外推展到院外 到緊急救護系統上 所以當民眾一旦有胸悶胸痛的症狀 一兩分鐘的時間內 他就可以執行這樣一張心電圖 在醫院端在短時間裡面就可以獲得這樣一張心電圖 如果是疑似或是高度懷是心急梗塞的 利用簡訊的方式傳達給值班的醫師 讓值班的醫師確認以後 去啟動後續的心臟再灌流的機制 當有這個人工智慧的心電圖介入之後 一旦AI覺得他有問題 他會群伏給值班的心臟科主治醫師 今天如果說病人坐上救護車 他是心急梗塞 我們就已經知道有一個心急梗塞病人要過來了 那我們在他做救護車專程中 我們就可以盡早準備 更可以節省這個時間 那天我進到公司的時候 就覺得全身好像發冷 我居然發現我連排檔桿都沒辦法抓了 剛好旁邊都有同事 他們馬上就幫我扶下車 然後叫了計程車 順便趕快往三種計程室來 進到計程室讓我開始測經電圖 三週以內我就進到手術室了 如果說我大概再晚了一個大概十分鐘的話 我可能就會休課 病人心肌梗塞來到急診室 國際規範要在九十分鐘之內 把血管把它打通 可是如果有人工智慧的心電圖介入之後 到六十幾分鐘之內 我們就可以把那個血管打通 那另外一個應用就是 血甲異常的部分 重手接著是 台灣是一個慢性腎臟病 腎行率很高的區域 高血甲 我們傳統的方式的話 其實就是在醫院抽了血 最快的速度送上機器 要四十分鐘 你才可以取得這個血甲的數值 透過我們的心電圖的話 短短一分鐘之內 心電圖的檢查 人工智慧就可以提供一個 相當準確的血甲濃度的預測 高風險的病 我們就可以進行相關的降價的措施 甚至緊急進行透析 把它的血甲降下來 主動脈玻璃 主動脈玻璃其實是一個 在我們急診室非常重要的急症 那臨床的最常見的症狀就是胸痛 一分鐘之內的一張胸部S光片 然後再加上心電圖 還有它的抽血的結果 我們就可以去預測出 它是主動脈玻璃的高危險群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可以緊急的去做 執行電腦斷層的檢查 然後去確認它是不是主動脈玻璃 在主動脈玻璃這麼低盛行率的狀況底下 其實我們有高達62.5%的養性預測值 八個AI警示說它可能是主動脈玻璃的個案 我們有五個是確定是主動脈玻璃的個案這樣子 所以其實透過這樣子的人工智慧的警示 我們可以讓醫生不會漏死掉這個主動脈玻璃的這個可能性 我們的心電圖AI目前在醫療的應用上 其實可以分為急性跟滿性 那急性的話就是諸如心肌梗塞、血甲異常、主動脈玻璃 這些急診室常見的急診 那在慢性的偵測的預防上 比方說是心防症戰、左心室射出率 或者是其實它的心臟年齡 對於它整個overall的慢性病的預測跟介入 其實都有很好的成效 在慢性的部分 過往我們知道這個左心室射出率的評估 需要超音波機器、需要訓練有數的技術員 我們才能夠獲得相關的數據 透過一張十二導程心電圖的資訊 我們就可以去預測它的左心室射出率 如果AI預測它是低的左心室射出率的話 兩三年後的追蹤 其實它的左心室射出率變差的機會其實是比較高的 那我們就可以提供這些高危險群的病人更好的照顧 演算法其實對於心防症戰也有一個很好的偵測能力 利用這種隨身裝置 我們就可以去在社區裡面做大量的篩檢 把這些心防症戰高危險群的長者把它挑出來 進而如果符合中風預防的狀況底下 我們就給予藥物的預防 我們現在也在離島偏鄉 比如說像在旺安的這樣子的小島上 心電圖系統也讓他們應用在社區的篩檢上 能夠做全島的篩檢 你在台北市你出入你可能都有富康巴士 可是在偏鄉離島你可能就只能在家裡面 你到哪裡都不能去 所以怎麼樣把應用這樣子的人工智慧在偏鄉離島的醫療照顧上 其實是對於這些嚴重影響他們生活品質疾病的預防其實是很重要的 相當於有一個自身的心臟科醫師來照顧他們這樣 我們的穿戴式裝置目前已經可以到我們的AI中心 進行即時的分析 分析結果如果發現有異常 就可以提示責任醫師 我們希望未來有簡單的 Portable的Device 讓病患能夠獲得24小時無間斷的醫療輔助判斷 如果可以透過WearableDevice即時的監控 病患就可以突破空間的限制 在家中受到醫學中心等級的照顧 我們2010年起就開始建置心電圖的即時上傳系統 所以我們到目前為止總共有100萬張數位化心電圖資料 這是世界第二大的心電圖Database 另外由於我們在106年開始建立這個資訊系統的改造 因此我們的病人資料有高度的串聯 而在世界上這是絕無僅有的 因此我們有能力開發出一個用一張心電圖 廣泛的預測50幾種疾病的這樣的一個系統 在2017年底我們完成第一個心電圖人工智慧AI時 當時我們舉辦了人際競賽 比較三個急診醫師三個心臟科醫師 以及AI的準確度 我們後來驚訝的發現十幾項的人際競賽裡面 AI都取得了絕對的優勢 因此讓我們有信心 把這樣的一個AI模型導入臨床實際應用 醫師也可以接受這樣的一個AI輔助 人工智慧輔助醫療判讀 除了可以提供高品質的醫療服務之外 也可以協助醫師空出雙手 去做一些更先進的研究 更進一步的提升醫療品質 研算其實是不勞累的 相當於有一個自身醫師 20小時提供我們醫療服務 我希望未來我們能夠結合 台灣一直以來以逆以為傲的ICT產業 跟我們三一種醫院特有的 這樣的一個醫療的技術跟知識 來讓三一種醫院發展成為我們智慧醫療產業 以及我們智慧健康照護產業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孕育的一個搖籃 以上我知道好像謝謝 以及你的舞蹈 食物我們是很中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